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 這個函數它的極大值 就是相對極大 是等於m 相對極小的是小m 那麼它用相對極大跟相對極小是多少 那我們現在 這個是三次函數 這我隨便畫了 這是相對極大 這是相對極小 那我就給它一次微分 一次微分就是協力 協力等於零的地方就是相對極大或相對極小 令它等於零 這是3x平方 -12x加9 令它等於零 到3可以抽出來 x平方-3是12 加33得9 這個可以寫得多少 x-3x-1 等於零 所以就小的x 等於1或3 那1的話呢 是相對極大 3的話這裡是相對極小 好 那所以呢 這個 相對極大 事實上就等於f給它帶1 你給它帶1的話 得到相對極大 就1-6加9加4 應該是8 應該是8 10-64 4加4是8 相對極大是8 那相對極小呢 就f呢 代3 那代3的話 我們用通口出法 1-6加9加4 等於4 等於4 所以相對極小是4 所以這是8 4 感谢观看